这是过年必吃的菜头柜 也就是所谓的萝卜糕 其实呢有着步步高深的含义 还有好彩头 特别的喜气 不过往年呢只要40块钱这样的价格 今年受到萝卜翻倍涨的影响之下 再加上呢里头的虾米跟香菇 统统跟着调整价格 现在市场价一台金要价50到80元 业者无奈反应价格波动 消费者也感受到剧烈的涨幅 经营剃头萝卜丝是菜头柜的灵魂人物 或现在萝卜大涨 年代带动萝卜糕涨了整整三成 台湾人过年必备的萝卜糕 除了象征步步高深 它与菜头萝卜更有着好彩头的吉兆 不受到2013下半年天气不稳定影响 萝卜价格从2013年10月1公斤26元 现在涨到1公斤46元 快两倍的价格也让萝卜糕业者不得不调整售价 萝卜价格翻倍涨 不过仔细一看 萝卜糕食材中的本土香菇 由于产量少 价格不断攀升 2013年同期价格每台金600元 现在却飙迫千元 涨幅高达五成 用完提升萝卜糕鲜味的虾米 同样受到年节影响 红台价格 今年每公斤320元 现在要加350元才能入手 原物料统统都涨 萝卜糕成本早就入不敷出 被这反映市场价格 从过去一台金40元 涨到现在50到80元不等 那过年所有原物料都涨价了 所以很多人还是喜欢在外面买现成的 去年是大概五十几块嘛 现在有的卖80块 Q弹白蛋的菜桃柜 在年节格外喜气 我现在也加入调账行列 民众过年想讨个好菜头 可得多花些营量 记者吴嘉雯李佩萱 台北看不到